贾跃亭发致欠行 网友们的评论能不能再震惊点 身在美国豪宅的贾跃亭7月2日发了一封据说言辞特别恳切的公开信 题目是一个月之后 贾跃亭就像放弃一切迈出了一大步 当年10月14日 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方面发布有关贾跃亭先生个人破产重组及成立债权人信托的声明称 贾跃亭已于美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根据美国相关法律第十一章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 八个半月之后 今天 乐视网法拉第未来创始人贾跃亭在个人微博发布公开信 宣布其在美国申请的个人破产重组最终完成 重组方案正式成效 债权人信托也随之正式设立并开始运营 据第一财经爆料 贾跃亭在美国住的房子 是一套价值6000万人民币的豪宅 面积5300平方米 47位标准的豪宅 据说是租主 每月的租金3.2万美元